当一个人已经把出轨当出门一样方便的时候 他基本上不会认为出轨是个事 所以我认为其实你们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字 这个字你们回去之后 用笔在纸上写上千万遍 好好学下这个字 那就是耻辱的耻 这个被图类老师斥责 把出轨当出门一样不知耻的女生 就是咱们今日的主人公 小刘23岁 是一名文员 他的男友小谷24岁是一名销售 小谷跟小刘是在大学相识 当时小刘刚迈入大学校园 小谷作为上届学长前去帮忙 然后便对小刘一见钟情 小谷当即便要来了电话号码 随之便对小刘展开了追求 经常邀小刘看电影吃饭啥的 这追了半年多 小刘便为之动容 依旧答应跟小谷在一起 这一开始处得特别好 可这时间一长 小刘便耐不住这寂寞了 小谷称他原本是毫不知情的 当时莫名地收到了小刘的分手短信 这对他而言打击而生 他开始变得酗酒吸烟 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 后来室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偷偷地告诉他小刘会分手 是因为他已经力寻心欢了 之后我发现那个男生不太适合我 哦 因为那个男生在一起之后 然后他就慢慢地总是玩消失 然后也不怎么理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男孩不喜欢他了 啊 然后他我就 我就应该当他的备胎 他就 不是这样子的 他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也是 很爱很爱你 然后发现 他不适合我 好 合着这被心欢冷落 才浪子回头 开始怀念小谷的好了 还张口闭口地称自己爱小谷 你可就拉到吧 若是真爱 为啥才会选择劈腿 小刘称他当初也不是有意的 就是在离校回家的火车上 正巧跟那个男生献后 那个男生不仅跟他在同一个城市读大学 还跟他是同乡 那这不就巧了吗 然后他就跟那个男生落了一路 回到那个乡下的时候 然后他就对我挺好的 然后还总是去我家找我 给我送一些小礼物 然后那时候我有点动心 就那个在 好家伙 就这一点小礼物 可就把你的心拐走了 你这喜欢也太廉价了吧 小谷称后来这小刘 便对他死缠烂打的求复合 经常给他打电话发短信啥的 而他其实也一直忘不掉小刘 也就心软地原谅小刘 这一事既然原谅了 也就翻篇不提了 可这小刘到后来却不知悔改 背着他 直接跟别人订了婚 就在前不久 小谷去小刘家做客 正式见了小刘的父母 小刘的父母对他很不满意 于是便张罗着给小刘 重新是一个相亲对象 他总是跟我说 他爱不下这个面子他们家 他要出去应付一下 那时候爸妈说 如果不去跟那个男生见面的话 就得我们两个分手 那时候我很喜欢他 我所以不愿意 然后就去见了个面 小谷控诉到 小刘跟那个人见面后 回来就变了态度 对他爱搭不理的 手机也不开始上锁 还经常接陌生电话 后来为了偷偷跟那个人去约会 还便拿着跟闺蜜出去逛街 而他打电话询问小刘闺蜜 才得知小刘闺蜜在外地 上哪门子的逛街呀 我说错了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不是你现在跟那男孩又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又发现那个男生也不喜欢我 我觉得我跟他不合适 赚的正确还是他最好 所以我今天就站在这里 好好好 讲真的小刘说的这句话 我差点就信了 真的就差一点而已 小谷车就已经是小刘第三次变心了 这两天事中间还隔着一个 大四我出去实习 他居然跟我兄弟的好伤 好家伙 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这咋吓得去手的 何着你是对小谷有仇备 不仅折磨他的爱情 还摧毁了他的友情 小刘辩驳到这其实都怪小谷抓得太紧 就因为火车泄逢事件 天天给他打电话 还时不时给他来个抽禅 那就是恨不得给他身上 装个监视器24小时报位置的那种 我觉得彼此之间都没有各自的空间 但是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打电话发信心里都能这样 我真的佩服你 我太难了 这种监视让小刘觉得非常不自在 他便向小谷的兄弟诉苦睡 而小谷的兄弟见词 也总是出言安慰他啥的 后来小谷因为工作忙 没如约跟他一起出去旅游 他这才叫上小谷的兄弟一起 难道一两天的家里都请不出来吗 你答应我两三个月了 你突然告诉我不去 还是陪你旅游重要 我有时间我肯定陪你去啊 我没有时间我怎么陪你去 不知道你跟他的兄弟谈恋爱了吧 谈了 在一起不久 你这兄弟也不咋地 你看你交了些什么人哪 这后来小谷知道这件事后 就跑到学校把他兄弟揍了一顿 然后便撒手再也不管他们的事 再后来那个兄弟考研失败 就跑出去出国留学去了 跟小刘也就自然而然的分手了 然后这小刘又开始跑回来找备胎 小谷认错 你看我多爱你 这绿帽我就只给你戴 其他人想要我都不给这机会 就后来这小鬼就犯傻的原谅了 这才有了刚才小刘听婚这事 俗话说得好 有一有二不能再三再四 这再坚强不催的爱意 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啊 所以小谷这回是真的很下心来 要跟小刘分手的 但是小刘仍是对他死缠乱打 故技宠施啥的 所以他在早上节目 想当中把这些事理论清楚 然后再跟小刘彻底拜拜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四五年真心不容易 真心了吧 姑娘 我为他真的改变了很多很多 就是说其实你的逻辑是不是说 你看我跟他好 我过去觉得你不好 但是我跟了他以后发现你好 是吧 我又跟了你兄弟 我发现你兄弟也没你好 还是你好 我又相了亲订了婚 我觉得这人也不行还是你好 我曾经了三漂沧海 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是吧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对他是真心的 嗯 宁可拉倒吧 就宁这真心跟草比情间 那都是侮辱人家草的草阁 要是真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结婚傻的 不去开个牧场高养职都对不起 你给的这儿呼伦贝尔大草原 马丁老师认为很多人之所以能原谅出轨 大多是出于尊严上的不服气 觉得爱人被大人抢走很没面子 所以想把他抢回来 来证明自己不给别人差 在大康的小谷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小谷还能原谅小刘 不是因为傻 而是因为不服气罢了 当小谷什么时候能看开 什么时候就不吃回头草了 反过来说 我把你这种女孩叫做海绵女孩 只有吸别人对自己的关心 吸纳别人对自己那种好感 吸纳情感中那种新鲜感 你才觉得我是存在的 海绵女孩最大的问题 自己不会精明感情 只能凭借新鲜感和刺激 来维持自己 这是为什么要出去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 姑娘 因为我还爱她 这是骗自己的谎话 没有 我真的很爱她 马丁老师认为 小刘对小谷就是依赖的感情感了 之所以觉得小谷比别人好 就是因为小谷能无限制地容忍她 若是搁到别人身上 第一次出轨就大结局了 根本就没有这后续 这后来就变成开头那样 罗列老师认为小刘不支持 从来不把出轨当成个事 也不会为此感到羞愧 把出轨当成出门一样 从容淡定地多次切换 把谈恋爱当成买东西一样 或比三家挑担减刺 而人要脸竖要皮 人有时候活着就是这张脸 支持而厚勇 但要是不支持话 那人生已经没了多大意义 所以他希望小刘回去 能好好写写这个词理 理解尺这个字对于人的含义 而对于尺基本上有两种态度 有一种是不支持 他不知道这个尺是什么 还有一种是无限制地 可以接受尺乳 那就是你这样 其实也是不支持 你可以无限制地包容别人 对自己的羞辱 其实你要知道 他的不支持 有很多是你造成的 恰恰是因为他出轨的成本太低了 所以他每次都能够 唐尔黄之地敲门 当当当 我要回来开门 啪子马上就开了 甚至连责问都不责问 请进来吧 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包容 导致到他觉得 这个尺子越来越不值钱 是啊 这正是因为小谷 限制的纵容 开始的小刘感一而再 再而三地搓下去 负罪感越来越轻 脸皮越来越厚 才变成现在这些 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就后来小刘又对小谷 申请告白 称他这次是真的知道 他是彻彻底底的错了 他发誓 日后不会再有下次 我真的很珍惜你 我真的知道 我 我们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就当这是一个 一段回忆吧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到这里我们就结束 小谷说完了这些 便离开了舞台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在我看来 小刘对小谷的感情 就像是马丁老师所说的那样 只是长期的陪伴 产生的依赖罢了 他已经习惯被小谷爱包围 所以当小谷突然起身离开 他才会产生不舍想要挽留 希望他日后能够自尊自爱 不要再这样消费爱他的人 因为即使在深沉爱 也禁不住一次次的毁灭性打击